春天正是赏花的季节 分源乡有处樱花林正在盛开 这片周府之锤樱 是由分源乡神龙奖花农张周福所种 欢迎乡亲前来赏樱 它这个樱花是过去一年 它是往下 它是往下折 还有而且它这个樱花 它就是由四年来 作为玩笑 我们要拆开 它那个樱花有的美感 它也漂亮 分源乡花会生产园区 在新春期间吸引好几万人前来赏花 分源乡农会也和园区配合 引进分源乡的青农 一起带动分源乡的农产业 因为它还是我们十大神农奖的得奖人 它这边的花的现场状况非常漂亮 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几十万株的樱花盛开 包括我身边的这些锤樱 在台湾只有它这边有办法开 而且它非常的美 它的字是下垂的 而且这里位于分源跟乌日的交界 属于分源跟乌日的秘境 所以说这是我们未来要推广的一个活动 然后也会对来 也会让青农 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藏州府先生这边 会愿意提供一个场所 让我们青农朋友们来这边摆摊 设一个青农市集 然后来这边赏花的人呢 也可以买到我们分源乡 非常优质的农特产品 然后把分源乡的优质产品 可以推广出去 除了州府支锤樱外 园区内的热带水蜜桃和李子花也都盛开着 欢迎大家在228假期期间前往赏花 欣赏这春天迷人的景色 公益频道许为珍分源采访报导